還是非常的確實 無命虹打第一球 攔截之後騎身的傳球 漂亮 又是楊湘河 歐巴 跟前面那個張兆元的鋪接 滿像的又是鋪下去之後 起來做墊步 穩穩的傳球 不方便 我也希望有一個好的上輪 所以就攔截下來之後 再傳向一壘漂亮 好棒 郭勇維在第一局就來一個 nice catch nice play 這一手打擊出去在左半邊 結果平飛球被杜嘉明直接接進手套裡面 是一個精采的nice catch 幫助台上收音來化解這個半局的失分危機 兄弟留下了兩個禮包的殘累 對 中間方向的投手沒有攔住 後面的游擊手接球傳一壘 王聖偉真的可以再戰十年到來 對 這個手被取前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傳球也非常的到位 對 這球打左半邊三壘手攔截之後呢 傳向一壘 哇 Benny nice play 這個彈跳掌握得真好 是因為其實在這幾場比賽 其實也是美肌連發 我覺得說真的 這顆球這樣接不好接喔 如果手道把它反過來 它接球的角度跟面積會比較大 它像一個下手這樣 對 有一點就像直接過去喔 變化球打線上 攔截下來之後 起身對角傳一壘 有抓到嗎 有 奧倒出局 哇 劉姬洪 精采的美肌啊 跟郭彥文的一個 五三搭配啊 再來看一下 攔截之後起身 哇 對腳線的傳一壘 一個彈跳 進手套 很棒 真的是極限 已經應該是有完成整個 接球的動作之後才離開 對 沒錯 站停過後 梁家榮要配合球隊的戰術來執行 這個球切到了右半邊 Nice catch 哇 這個好手 張佑銘接得漂亮喔 沒錯 哇 原本以為要落地 但沒有想到張佑銘又一個滑接 把這個小白球收進手套裡頭 等死 這個球縮著手三壘方向 劉姬洪來得精采 起身踹踹一壘 抓到了 劉姬洪 Nice play 這沒辦法 這個鋪下去的時機恰到好處喔 這打得很強勁 那個他鋪得也很快 這只能讓佑銘無語問上天喔 真的真的這沒辦法 中間方向的飛球 進手套 好厲害 好厲害 現在結線已經把這種球當作入場了 沒有跑者 當然這是可以靠近雷打來推進打球的時候 劉時豪這一棒在右岸邊 陳成輝接得漂亮 這有夠快 雖然說是沒有辦法阻止張正宇 但已經是沒收了 劉時豪有可能形成長達的飛球喔 沒錯 這邊點下去 要來做強迫取分 哇 這個戰術失敗 林毅達直接用手套 拋球給捕手蔣少侯 擋住了這一分 規律出現喔 再來一顆拉打到游擊範 張正宇撲到了之後 要趕快傳一壘 Nice play 這球其實林鴻鈺掌握得很好 不過張正宇處理得更好 也幫助許若熙抓到這個半決第一個出局數 對 真的是成長很多 打得很好之外 林鴻鈺今年還減肥 速度應該會更快 但是張正宇這個鋪 傳 一氣呵成 打第一球在右邊方上二壘手跟一壘手都跑過來 都跑過來 都跑過來 最近的林家瑋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這個飛球被他沒收啊 可能的安打被他沒收啊 結束了這個半局 賽中講到了大聯盟的這個選手的調整喔 始終相信自己 對 好強啊 邱志成 Nice play 跳在拳位打牆上喔 把握一握來 漂亮 可能形成長大的球給落收 好 不管比分是怎麼樣啊 我們還是要看到職業等級的表現 是 高的位置 曾子佑這幫帶到右半邊 落地形成安打 三連殺的鴻鈺漢 繞過三連要往本壘來衝刺 最後是 魚住 曾宋恩的再見駐殺 相當精采的攻防 曾宋恩這顆球真的是快又準 鴻鈺漢腳才已經不慢了 但是差不多還差個兩步 曾宋恩今天打擊上 並沒有太多的表現 不過一次手臂的貢獻 就足以影響勝負的關鍵